好 最後只剩幾分鐘 我們來介紹新字圖 首先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這個簡報 老師有沒有覺得這樣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對不對 當然不是代表說 你就必須要用這種方式來做簡報 而是你可以用不一樣的簡報方式 偶爾換你一下口味也不錯 那一般來講 其實我在做課程規劃的時候 我都會用新字圖的方式比較多 您看一下我們右手邊的檔案 我平常比較常用這個叫S-Mine S-Mine新字圖 那這個呢 是免安裝的版本 所以您下載之後呢 直接到這邊 解壓縮就可以使用了 我們到這裡 像我在這裡 有沒有這個 你就按右鍵 解壓縮日時就可以了 那進來之後呢 這裡 找到Windows的版本 Windows的版本 有沒有 這裡有執行檔 像這樣子 那您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它大概是長得像這樣 我先建一個新的 空白的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選擇 原則上最常見的是這一種的 就是 像這樣 然後照著順子中下去 新字圖跟一般的那個真理有什麼比較不一樣 它好處就是靈活 就是靈活 你隨時要補充 要修正 都很方便 好 那您看我們講義上有沒有 我們有一個講義不是那個新字圖的吧 就是這一張 另外一個 它也有一個範本 你可以選擇有沒有不同的範本 如果說你剛開始沒有什麼概念的 你可以選擇一個 你覺得比較OK的範本 用那個來做 都可以 那您手上拿到就是這個 對不對 這個講義 可是你看下面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東西跟一種office很像 對 是不是有所謂的分頁 分頁那個資料表 所以其實你不是說我只能用一個就好了 因為平常我在規劃的時候一定不會這麼整齊 對不對 一定會很亂的 有沒有發現我就一個主題好像我們 老師出一個作文題目一樣 那你可以把你想到了 就怎麼樣 是不是就開始把它整理進來 那每一個都可以像這樣 紙質下夾做延伸 想到什麼都好 以後都有可能變成我的教材的一部分 對吧 收集這樣也可以啊 一樣的 那等到我真正做好了 我會就是稍微再把它整理起來 而且它彼此之間 可以有什麼不同的組織架構有沒有 在這邊 我先建一個新的給你們看 假設我們就最單純的這一個 好你看一點的這一種之後 有沒有很多種樣式可以選擇 我都不要用 我都用標準的就好 好進來了 中心思想 對吧 你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好 好 那我就想看看 我們今天有要介紹到one note 好還要介紹到新字 那這兩個one note我又想到 好 我通常按鍵盤上的TAE table 或者是從上面按右鍵也可以 有沒有 下一層 新增下一層 這個是專到下一層 按右鍵 插入 同一層或者下一層有沒有 分支的就是下一層 支下一個 如果你按enter 支就這樣進來了 那我說新字主好玩 就是說你看我們在這邊 比如說這是群組 好 課程 好假設這樣 後來我想到不對 這個應該放上來 你看 我們在這邊 放上來 有沒有發現他很靈活 對不對 不對 這個是放在這個之下 有沒有就放進去 跟我們一般那個什麼文件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他等於說一個節點字往下走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我在整理就很方便 那如果你有圖片也可以貼進去 比如說我網頁上有圖 不好意思 當中大家一點點時間 假設我網頁上有一些圖片 好假設這個按右鍵 我把它複製一下 你可以直接把它貼到這裡面來 等一下要點進去 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圖片也可以進來 那網址可不可以進來 有時候我參考某一個資料 你可以按右鍵 你可以插入超連結 那這樣就可以把你要的整理起來 那麼如果你的 有時候是天馬行空的 那我就跟這個主題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可是我覺得搞不好也會用到 也可以怎麼樣 浮動式主題 什麼叫浮動式主題 動動 有沒有 浮在外面的 我先做個 備註也可以啊 好 那這樣是不是就一頁了 那你在拉動的時候 它有時候 預設會這樣吸進來有沒有 如果你希望它永遠遊走在外面 我就按住鍵盤上的ALT 就是暫時不要讓它吸住 有沒有可以自由移動 就可以自由移動 按住ALT 按住ALT就可以自由移動 那如果你覺得一個分頁不夠 你可以再插入這邊 再插入什麼 第二個頁面 有沒有這樣有第二個頁面 可以繼續增加下去 可以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它的好處就是這個還蠻靈活 你可以跳來跳去 重點是把你所有的想法把它記錄下來 記錄下來 那最後呢 你可以把它 它有分付費版跟免費版 那你如果是一般免費版 主要是把它匯出變成圖片 有沒有 它如果是變BDL的話 後面有寫Pro的就是付費的 就是付費的 所以原則上我們免費的主要就是變成圖片來用 當然 新制圖不一定要用這套軟體 網路上有沒有很多其他的 也有圓端服務都有 所以重點是說 您可以利用新制圖來規劃您的一些的 就是上課的內容 比如說我給您看一下好玩其他的 你看我在講那個教育 因為現在很多線上學習有沒有 你看我有沒有想很多 這樣晚上好不好睡 開玩笑 我跟你講 這些東西絕對不會是一次就想不出來 你了解嗎 就是有時候你有想到你就記下來 有時候想到記下來 那慢慢累積起來 因為新制圖的目的不在於說 你是把所有的方案都想出來 而是說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你看正式的草稿有沒有隨便亂來 草稿就醜一點有沒有 然後或者有一些補充的 所以我會像這樣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你看像Google地球的 這裡也是啊 我也整理很多啊 那也許我這次延期搞不好只用那一部分 下次可不可以再把其他把它納入進來 可以的 所以這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其實蠻好玩的 你看不同的新功能 我就再把它整理一下 再把它整理一下 這樣我就可以很多時候就可以 引用來引用去 就會方便很多 而且因為這些東西呢 你的什麼歷史紀錄會在 你看這裡有沒有修訂紀錄 你看我其他的 有沒有修訂很多次 你看從2014 一直用到2016都還就用 因為你以前思考過的東西 為什麼不能留下來 可以啊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隨時回到2014 你可以點開 你看預覽這個版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以前是怎麼做的 以前是怎麼做的 那甚至呢可以直接還原到這個版本 這樣清楚了齁 好 所以可能新制度的部分 比較沒辦法讓大家 那麼完整的介紹 不過我想我們今天主要還是希望說 玩弄的部分可以讓大家 可以比較有收穫一點 OK 那我們今天可能就只能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